晚花开 天好景美 不冷不热的 正是锻炼身体的好时候 去游泳馆放松放松 畅游一下 多美啊 对吧 但是没有想到意外从天而降了 昨天上午的十点许 郑州市津水区的一个温泉游泳馆 有一部分屋顶是突然坍塌 瞬间是墙倒污塌 建材杂物丧落在水里 还有钢架从房顶垂落下来 悬在半空中 有个大爷穿着泳裤就惊慌地跑了出来 大中午的 正是人多的时候 事故也是牵动了众人心 当地的应急公安 消防 卫健等项目部门 立即赶到现场紧急开展救援 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救 现场一共救出12人 其中的轻微伤和轻伤9人 有3人不幸遇纳 事故是突发 但是并非没有预兆 据这个市民说 这个游泳馆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 设施成就 经常会碰上抢修的情况 在2021年的7月 有市民留言表示 当天深水区的房顶掉了不让油 这潜水区就跟下饺子一样 游一段撞一个人 针对这条留言 当时游泳馆还是回应称 顶部抢修是暂时的 一天就修好了 现在正常了 可以游了 我就想说这个游泳馆的负责人 心得多大 房顶都没了 还正常营业呢 这回出大事了 再说说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房顶是再次掉了下来 这天塌下来都不能耽误 挣钱的经营者 真的是太害人了 拿人命开玩笑吗 目前三名企业经营者 已经被警方控制 而善后的工作 以及事件的具体原因 正在调查当中 建筑物的坍塌呢 往往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人们很难反应 一旦发生啊 机翼造成人员的伤亡 气象灾害 地质灾害 房屋老旧 不合规等等 都有可能导致坍塌事故 对 那这种小概率的事情 就是万一 万一遇到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小心移动身体 以免被残骸给砸伤 另外呢 要护住口鼻 以防止粉尘污染 如果说我们的身边呢 有金属物件 可以用来敲击砖头和瓦块 以便及时被救援人员发现 天灾呢 不可避免 人祸可以预防 大家呢 千万别存在侥幸的心理 那这样 与线